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 把神的话语记载在 天文太前书第3章 第1节到第7节 经文讲说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自首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不因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 不增进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至高至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保禄这个时代 就是使徒们宣教在地中海的附近 因此教会的拓展是非常的急迫 使徒们的任务最重要是宣教 或者是传道 因此在设立教会之后 就必须要栽培一些适当同工 来担任教会的监督 在这里我们现在比较会讲到 做教会的长老 因此保禄是非常鼓励 所以弟兄姐妹能够羡慕 做这样的一个职份 不过呢 这个做监督必须要相当整度的一个条件 从保罗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一直到现在 特别是我们长老教会或者是打工教会 也都遵照保罗在这个书信上的教导 我们今天来看的监督呢 或者我们说长老 他至少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 他无可指责 也就是他没有做得罪上帝的事情 第二个呢 在道德上必须是政治的一个人 那第三个呢 特别讲到说这个人必须是有属灵操练 或者属灵这个美德的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一连就讲了几个事情 比方说这个人有节制 自守 有端正 不饮酒之事 不打人 温和的 以及他不增进 这几个词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很清楚 他是相当有属灵的这个国子 至于他有没有特别的恩赐 倒没有特别讲到 而说这些比较是属于人性的性格上的内涵 必须要拥有的 再来呢 这个人本身是个非常慷慨好客的人 一个做监督做长老 可以讲是 他几乎跟是牧者来一样 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线人物 我们教会当中必须接待远来的 非常好客的 这是一个属灵的外在明显的一个国子 第二个呢 这个人善于教导 我们说他必须要有教导的恩赐 监督呢 他就说就像传道人的角色一样 要喂养教会的养群 第二个 对金钱有正确的态度 因此圣经讲说不贪财 简单讲监督或者长老 他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他还有他的事业 可是他很清楚 这个事业呢 是为着神的缘故来做的 因此呢 他不会赚钱做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他知道他要愿意服侍上帝 因此如果神在这个事业上祝福了他 他知道怎么样因为这个事业 来服侍上帝 来服侍神的教会 再来第七个呢 这个人善于治理自己的家 第四节到第五节 如果一个人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怎么能够治理教会的家务呢 因此 这里就讲到监督他的教会的生活 以及家里生活是平衡的 我们不可能在家里面是一个样子 到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 那是不可能的 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监督有没有见证 跟他家庭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第八个呢 从第六第九跟第十 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灵命受教 灵命受到教导以及成熟的人 在这个地方保禄特别讲到说 刚刚进入的教会 不可以接受这个监督 有能力 跟属灵生命的性格成熟 这两回事 有的时候不能够化成等线 一个人在外面有非常好的能力 很聪明 但是不见得他的内心性格是很成熟的 有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主导性 过于强烈 或者是说在勸解上来讲过于直接 这会让同工很难能够接受他的教导 所以出入教会的人 必须要沉淀一段时间 因为内在的生命的成长 不是我们所想说我要成长就成长 第九个呢 他要明显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 这又是一个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难学习 确实非常重要的功课 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的谦虚的功课 越是让人家尊敬 愿上帝祝福大家 羡慕做监督的工作 同时呢 我们也必须把我们自己属灵生命 好好地栽培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